平民自救的方式 就在加沙舉行一場起義 你自己去推翻哈馬斯 或者你向以色列轟炸基子路 或者你自己在民居掛起 以色列大衛星旗幟 那就沒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s 鄧里 在上一集二巴衝突的主題目 就叫做神女國舞 當中我們就特別提到 風雲谷的才智陶傑 所講到的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出路 就是要進行一場平民起義 去推翻哈馬斯的帶領 當中Stanis都說過 陶傑提出那三個方法 要起義不再跟從哈馬斯的帶領 第二是為以色列軍提供方便 幫他們找到哈馬斯的宗職 而第三是在自己的家掛起大衛星旗 Stanis就說陶傑這三個方法 正正是聖經 在耶穌的家譜裏面 耶穌的Great Great Great Grandmother 一位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神女 即是妓女拉俠 她亦都是耶穌家譜裏面 一位很重要的國務 陶傑所講的那三個方法 正正是拉俠當年幫助以色列人 去取得耶利哥城 所使用到那三個方法 是完全 identical 有時雖然陶傑說話 確實是衰衰格格 尖酸黑薄 但在今次去講到 巴勒斯坦平民保命的唯一方法 所講到那三點 和神女覺武拉俠的故事 包括拉俠知道當代的以色列人 和今天的以色列都是一樣 一定可以打贏當代的耶利哥王 又或者今天的哈馬斯 所以如果去地要保命自救 就一定要起義 不可以跟隨哈馬斯 又或者當代的耶利哥王的政權 至於拉俠的第二招 和陶傑都差不多 拉俠就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 情況就等於陶傑鼓勵巴勒斯坦人 亦都要做今日以色列人的探子 將哈馬斯的行蹤 或者匿場的地方 告訴以色列軍 至於第三點 陶傑叫今日巴勒斯坦人 在當眼之處掛大衛星旗 其實當年的神女拉俠 亦都在他家的當眼之處 綁了一條救命的紅繩 相信今天的以色列軍 亦都會好像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 見到紅繩 又或者見到大衛星旗 當F35B經過 應該就會留他們一命 簡單講完 上一集的神女國武 才子陶傑和妓女拉俠 確實講到 今天的巴勒斯坦平民 如果他們真的想保命 可能這一個確實是唯一的方法 是要和哈馬斯各席 至於今集的伊巴衝突 題目就叫做伊巴神女國武2 今集Stanley就覺得 星期二得到的主持人 東尼塞在昨天10月15日的一條片 題目叫做 以色列延遲進入加沙 Stanley就覺得他的訊息 和陶傑那條片 是首尾呼應 東尼就想到一個原因 為什麼在這段時間 以色列說 因為在地中海的天氣 突然變得好壞 所以他們決定 延遲進入加沙 東尼就認為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希望巴勒斯坦平民 因為要自救 讓他們自己出手 去推翻哈馬斯的政權 紐約時報最新一則報導 因為天氣關係 以色列宣佈 推遲進加沙的章程 我認為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國際壓力 因為你畢竟是民主國家 另外 另外呢 也有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允許少量的人道援助 會不會第一時間 被恐怖分子拿走呢 一天你可以接受 他們的矛盾 我想三四天之內就大爆發了 在昨天的星期日 澳洲的三大城市 適利、墨爾本和阿德里 都有舉行親巴勒斯坦聚會 但是跟上星期一的聚會不同 在昨天的聚會 墨爾本就說有成萬人參加 而適利就有六七千人 但是三個地方都是和平地進行 沒有發生警民衝突 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澳洲人已經分得到 在上星期一的親巴勒聚會 混入了反猶太主義的人在搞事 同樣 當我們澳洲人說同情巴勒斯坦人之際 但如果巴勒斯坦人 他們不同哈馬斯的恐怖主義 帶領者各隻 Stanley相信 就算澳洲的中東裔人 又或者習港人 我們只會是愛莫能助 故知在昨晚聽到 Tony說華盛頓郵報放風 說以色列因為天氣的緣故 所以延遲進入加沙 Stanley聽到之後 第一件事就想到 掌管天氣的是上帝 即是說上帝確實是想給更充裕的時間 去延遲以色列人 去產平加沙不報的哈馬斯成員 目的就是要讓巴勒斯坦人 能夠好像他們當年的拉俠一樣 可以自救 但至於怎樣自救 星期二的主持人 Tony Choy 他說由於加沙地的巴勒斯坦人 就算可以去到加沙的南部 但是由於埃及已經將南部的邊界封鎖 所以巴勒斯坦人落到南部 就等於進入一個死胡同 事關人都知道 此刻的加沙地已經是斷網斷糧斷水斷電 庫子通尼就說 如果沒有人道救援 那裡的人就不能夠熬得多久 所以通尼就想到一條條 他說如果以色列政府 只是給少量的人道物資 給巴勒斯坦人 那通尼就相信 那些人道物資 就一定被哈馬斯的人拿走 到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就會看清楚哈馬斯組織的真面目 當Stanley聽到 Tony Choy 這一個講法 除了是覺得好笑 但Stanley真的覺得 Tony Choy 這條條條是work的 至於以色列政府 究竟會不會好像Tony Choy 所說的 找到少量的物資 進入到加沙的南部 讓他們自由分配 而引發到哈馬斯的成員 揭開他的真面目 拿走那些物資 而不理那二百萬的巴勒斯坦的人 的生死 又或者這樣說 就算以色列政府 真是採用Tony Choy 那條條條 讓少量的物資送到加沙的南部 任由巴勒斯坦人自由分配 但Stanley真是怕 由蒙鳥深 這一個的比喻 即是說 最怕哈馬斯的成員 拿走那些少量的人道物資 但主流的巴勒斯坦人 依然看不到 今次去地之所以 被以色列人趕入這個死胡同 此作俑者是哈馬斯所發動的那一場恐怖襲擊 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很多的Youtuber都用很多的原因 去摘爛今次的以色列 為何是不會察覺到哈馬斯的恐怖襲擊 但Stanley就一直都是這樣想 為何是這麼大型的哈馬斯恐怖襲擊 在巴勒斯坦人裏面 竟然是沒有一個 好像當年聖經故事裏面的妓女拉俠一樣 去和當代的以色列探子通風報信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今次的恐怖襲擊裏面 能夠出現到 好像當年的妓女拉俠 Stanley就相信 那場的恐怖襲擊 就不會這麼順利 殺死了這麼多的以色列人 故此總的說 上帝是一直在給機會 巴勒斯坦人可以活命 而今次 以色列人 由24小時的通知 再加多11小時的通知 再由於天氣 說會遲延多幾天 那就算通這筷子 沒被以色列人所採用 但同途徑 又或者 以色列人 和巴勒斯坦地的原住民 妓女拉俠的故事 我們都是知道 巴勒斯坦的平民 要保命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他們要首先認清楚 哪一個才是真正令到他們 走上這條絕路的始作俑者 再直白去講 在過去一個星期 無論是陶傑口中所謂的 左膠哈佛的大學生 又或者在海外不同地方 特別在澳洲的色尼的親巴組織 我們雖然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 但是對於哈馬斯 這些和那些反猶太主義的人士 是浩瀚一氣 我們是不能被他們綁架 坐在同一條船 因為那條船是叫做日本郵輪遲早完 在結束這條片 在這次二霸衝突 當斯坦尼見到巴勒斯坦人 在一而再再而三 都是不能夠看清楚 帶領他們的哈馬斯政權 其實就是綁架了他們 走進這個死胡同的罪灰禍首 此外 跟以前所認識這個妓女拉俠的故事 確實是有一種盡心的認識 拉俠之所以能夠進入耶穌家庭 成為這個以色列人王的家庭裏面 其中一位有名字記載的國母 原來是這麼不簡單 拉俠分別恐怖政權的能力 和推回去的勇氣 確實是超越了陶傑所耶譽的哈佛名牌大學 這一個世代最出色的占子學生的智慧 希望這一位以色列的國母 也能夠成為今天在加薩地的先住民 巴勒斯坦人的祝福典範 讓巴勒斯坦人可以好像拉俠一樣有勇氣 去推翻他們的恐怖政權哈馬斯的組織 今次我看看